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是道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光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听信心与飞扬 不复兴不断传 自在圈贤 且和切 不思不航不相望 大方信心与飞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还宇 全球同学 万事 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重得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教学为宪 你别看他两岁 十个月 这个来 给给给这个 给大家来 背一段经典呢 他上语 霍福无门 为人寄造 善恶之报 如影学行 系 听力有息过之神 一言所犯轻重 以夺言算 算景得平好 多逢忧患 人皆悟及 行过学及 及庆避及 恶心杀及 穿近则起 又有山西神 在人心中 每道高深夜 走上一天朝 年人坠过 月斐之夜 造成一阳 凡人有过 大则夺记 小则夺帅 骑过大小 有父把性 遇旧地先的 当地一千三百三 遇旧地先的 什么 三百三 当地三百三 好 你看这样好的一个孩子 家家都想要 对 这样好的孩子 是怎么来到这个家庭 怎么来到人间的 这里是佛陀教育 画天下 今天的节目是 如何求子 生子 教子 上集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个栏目的名字 佛陀教育 画天下 怎么画天下 画天下的 怨恨 不凭 宰货 通通都能画掉 真的吗 真的 每一期节目 都像做一个实验 你看今天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针对什么 现在千家万户 孩子都不好管 不好教 家长痛苦 老师也痛苦 一开始小的时候 还不明显 越大是越麻烦 什么原因 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就有问题 真的吗 真的 怎么才能够 天下这个要做父母的人 生出来的孩子 求善子 就好孩子 得善子 怎么能得到 今天有一家人 这夫妇都很年轻 才三十多岁 儿子 两岁十个月 他们都是学佛的 用佛陀教育 赶招来的孩子 大家可以听听 到底能好到什么程度 你们是从河南来的 是的 河南平地山 对 这个妈妈今年有 32岁 爸爸呢 35 35岁 这个孩子呀 好像是刚会说话 没多久 是吧 是的 我听说这孩子 到现在为止 没吃过药 没打过针 没进过医院 是的 是什么情况 什么原因 这个孩子呢 就是出生的时候呢 这个就很健康 然后那个医生就问我们 这个孩子呢 出生的时候 八斤二两啊 身长呢 也比较高 53厘米 哎呀 大胖小子 对 医生就说呢 这个出生证明上 就是巨大儿 他就问我们 你们是怎么吃的 吃的什么 对 怀孕吃什么 给孩子补的是什么 长这么好 很干净 然后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黄胆呀 这牺牲儿的 这些问题都没有 三天我们就出院了 这个出生就很健康 所以一直到现在呢 没生过病 也没去过医院 我们不说别的 就说这一二 哎 哪家的孩子能做到啊 我们告诉大家 念阿弥陀佛的 学佛的家 能做到 你不要不相信 是真的 现在人呢 你怎么跟他说学佛好 他很难信 你这迷信 他不了解呀 真的明白了 谁不学 没有不学 所以现在都讲婚前教育 我们建议把我们这个节目当做国家婚前教育的那个年轻夫妇的必修课 你不想生孩子吗 你看人家怎么生的 是不是 他是规律 他绝对不是偶然说碰上了 不是 他们依据的是什么呢 应光大师 这我们都知道 净土宗 十三族 应光大师教导 哎 怎么能生个好孩子 他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你看看这孩子 这就像一个实验一样 哎 你说学佛没好处 那个好处 具体到每一分每一秒 具体到 这个孩子 没处 真的 身体上没处不好的 哎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啊 带大家来问问 了解了解 啊 调查一下 怎么才能够啊 求善子 求个好孩子 就能得个好孩子 怎么得来的 啊 我们要从头说起 主要是问这个妈妈 哎 因为生和养 实在话 都是妈妈的天职啊 怀胎十月 在娘胎里 哎 所以说 妈妈的这个 作用啊 决定性 从古至今 中国人最讲胎教 说妈妈 要受好的教育 哎 我先问问 你们这个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佛的 我先问这个爸爸 大约是在07年的下半年 那个时候 但他身体总是不是特别好 嗯 反正每个月可能 大约每个月总总得有一点小毛病 嗯 那时候呢 总是比较担心嘛 嗯 后来正好有一次 我们单位组织去九华山 去旅游 啊 当时完全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的 只是做一个观光客 哦 没学服 没有 那时候没有 对 然后呢 见到了菩萨像 嗯 菩萨生像呢 就觉得可能求一求 会有好处 然后呢 就求菩萨说 希望能够让他的身体好 啊 那回来之后呢 确实身体就逐渐就好起来了 哦 也没什么原因 对 啊 就没有 之后的话 就感觉身体慢慢就逐渐好起来了 哦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对佛菩萨就有一点信心了 有点感觉了 对对 是的 但是呢 还是很 不是很清晰 啊 只是有一点呢 你的朦朦胧胧的一种一种感受而已 对 这个啊 我们要跟大家说 今天很多人呢 到寺庙里去烧香 求什么呢 求升官 求发财 哎 贪污受贿啊 越多越好 我家里能贪更多的钱 管不管用 不管用 那你说他这个为什么一求就管用呢 身体健康 这是尽孝 父母看到欢喜啊 否则的话 哎 你做儿女的身体不好 身有伤 一亲忧 这是尽孝 他们是孝心的 身体健健康和父母欢喜啊 所以说 这个跟佛菩萨的善心相应 你那是恶心 哎 说我多找几个女人 是吧 我多探点财 财色名识 这些东西啊 佛菩萨不会保佑你 否则 师父讲了 那不成贪官了吗 你去烧香拜佛 佛菩萨保佑你 干坏事 那不可能 没有感应 他们这有感应 求得如理如法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然后呢 是在09年的7月份 然后到西安出差 当时呢 在这个 一个垃圾的废纸堆里 看到了几张 四张地藏王菩萨像 但当时不认识 觉得哎呀 这个像特别庄严 特别好看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像 怎么能待在这样的地方呢 觉得很不恭敬 就把这个像呢 就捡起来 就加在我那个书本里了 后来呢 这个回去以后呢 我的一个同事翻书本 就看到 哎 这是什么像这么好看 我说你喜欢 我就送你一张嘛 他说这是什么菩萨 我说我不知道 就这样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 他就说 有一个弟子规的幸福人生讲座 教小孩子学弟子规的 我说哎呀 那以后不是也要生小孩子吗 哎 那去听听吧 就这么个音源 去听了一堂弟子规的讲座 哎呀 觉得弟子规真好 我说怎么从小就没学过呢 哎 讲怎么去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让这个家庭幸福 啊 这个怎么为人处事 从小从来没有教过这些 觉得特别好 回来以后呢 就领了一本弟子规的书 一共呢 这个书呢 也不长 回来哎呀 觉得这个每一条 每一句特别的实用 生活中都能用上 觉得特别好 这回来以后就想啊 这个弟子规听了一脚 很不过瘾 还想再听一听 就从网上呢 找到了这个 唐山的企业家论坛 那是我们办的第一届论坛 09年7月份 对 我其中发现啊 每一个老师都谈到 一部公益纪录片 叫和谐拯救危机 我想每个老师几乎都提到 这个片子呢 我要看一看 哎呀 这个和谐拯救危机 看了以后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我的人生彻底的发生了转变 第三集里头 我记得讲到 这个天下和谐的大根大本 是什么 对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老法师啊 强调 这个天下太平 这个人要是好了 天下就太平了 人不好 这个天下 一定是乱糟糟的 所以小孩 如果要不好好的教他 在一个不善的环境里 他也很容易 学会了不善 父母 要负责任 社会 要负责任 国家 要负责任 如果我们疏忽掉了 导致于 国家 民族的 毁灭 不是小孩的故事 小孩没有故事 Diglas 是父母 小孩睁着眼睛 竖起耳朵 他就已经在学习 在模仿 所以大人的一举一动 深深印在他脑海里 这个就是所谓的 先入归主 少臣如天性 习惯 乘自然 我就记得其中有一句话 感触特别深刻 说归捆 为这个圣贤所出之地 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我这才知道 原来天下太平的根本 在于母亲对孩子的教育 这个从来没想过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所以我就把和谐整俱危机 看了有十几遍 看完以后 我觉得太好 遇到的太晚了 如果说这个上学的时候 或者我从小的时候 父母老师 有教过我这些做人 做事 这些道理的话 我的人生可能要少走很多的弯路 所以呢 我长到二十八岁 遇到这个和谐整俱危机 觉得真的是 这个相遇恨晚呀 对 然后呢 就觉得一定要好好的学 那个时候是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 你看我们听到这里 就会发现 什么好事 它都有个源头 源头什么呢 一片光盘 我们红法历程 这么多年了 接触到的上上下下人很多呀 从达官贵人 到贩夫走毒 甚至到监狱的犯人 他怎么能够得到幸福人生呢 一片光盘 一块钱两块钱 就这一片 你看这个妈妈讲的 也是啊 这我们这是 这是以前都不认识 这是刚刚见面 是 这个光盘在天下流通 师父老人家的法宝 所以我们真的是 无限感恩师父老人家 你看这救了多少人 那个时候 你是还在工作是吧 对 那个时候还在上班 我就白天上班 晚上回去呢 就是几乎晚上回去 每一天晚上就看 看了有 当时有一二十遍 一片光盘改变了命运 是 那个时候还没做妈妈是吧 是的 师父还讲到啊 这个 要想生一个好孩子 这个母亲呢 以后呢 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那首先呢 这个母亲要先受教育 知道这个好孩子是怎么来的 生了以后你要怎么教他 这是要做准备的 你不能稀里糊涂把孩子生出来了 然后这个你再去教那就晚了 来不及了 然后呢就讲到这个赶招两个字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赶招 都希望以后的孩子呢 是孝子贤孙 你能够孝顺父母 你这个善的心念的波 就可以感召一个 也孝顺 以后孝顺你的孩子 齐心动念都是善的 都是亲近的 这个胎儿受利益也就太大太大了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育好啊 孝子贤孙的 怎么教他呢 在怀孕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行孝 要静孝 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 我们修静 修清静 修福 你想 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 这个深深的种子 不齐悟念的 念念都是善念的 这个就像现在啊 这科学里面所讲的 顶部啊 你是什么样的 感召来就是什么样的 师父就讲 这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不要怪孩子 是 我当时听到这个 我说 那这个不是人人都希望吗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道理呢 哎呀 我说这太好了 然后师父就把具体的方法 都给我们讲出来 说这个首先呢 这个就举了个例子 说 现在中国人管女性 结婚的女性叫太太 这个太太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周朝的三太 那么这个怀孕过程当中 他们就非常注重这个胎教 这个不是恶色 而不听吟声 行指不好的 通通没有 交给孩子 没有出生之前 这个母亲所做到的一切都是好的 看来你是把这背下来的 这个功课做足了 孩子才会好 为什么呢 妈妈的观念就是这样的 是 有一些人在嘴上讲 心里的观念没有变 发出去的波动 还是饿的 贪嗔吃慢的 不孝的 感召了孩子 还是不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真的要想生个好孩子 一定要向这个妈妈讲 把佛的教育 圣贤的教育 师父老人家的教导 换成你的观念 把你原来的观念拿掉 错误的拿掉 就换心的 你这心一换 自自然然就感召来好孩子 你们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 要准备生这个孩子 要有准备工作 大家来听听 所以当时师父强调 不仅是你的言谈举止 对孩子有影响 就是你的起心动念 对你这个胎儿 它都会有影响 所以当时就想 那我天天工作 我在奔驳在职场上 那我这个起心动念 全是怎么管理 怎么销售 怎么卖东西 怎么提升业绩 那你说我这个信念 那生出来的孩子 那这个信念 我觉得不是善的 它是利益的信 尤其是现在做买卖 对 你能不能这一天之中 保证不说假话 对 不可能吗 是 是不是 现在它就是这个 我们讲五着恶事 那说假话就是造我意 对 你说那这种情况 现在观众很多 看这个节目 都要问这个问题 是啊 我现在做这个行业有问题 那还想要个好孩子 那怎么办 你们当时怎么办 我当时呢 也是想 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我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呀 觉得这个挣钱很重要呀 没钱了 这以后孩子怎么受好的教育呀 怎么给他提供好的生活环境啊 觉得这些都需要用钱才能解决的 对 但是后来师父就讲到 那么钱有了以后 有钱人的孩子真的就好吗 哎呦 这句话让我特别受教育 让我很反思 确实是很多有钱人的孩子 他有很好的生活环境 能接受这种好的学校的教育 都成问题而成了 对 那么我就在想 钱不是万能的 我要 你就是 趋利避害嘛 趋吉避凶 我要知道孰轻孰众 这个孩子 带到这个世间 作为他的母亲 我要负责任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商量 我说这个可不可以 我把工作辞掉 我先生就说要干什么 我说以后要养孩子 我先生说不是还没孩子吗 现在 我说这个叠片呢 因为当时先生上班 看光盘看的比较少 对 我说呢 这个两个人要同步才行啊 否则我的想法改变了 先生还不知道 我说这个光盘呢 你也好好看看 然后先生就和我一起后来看光盘 我们大家听到这儿 这个妈妈是真干 就师父常常讲 老实 那不老实的就是 这个 这也算是一家之说 他不听 这妈妈不是 那会儿他还没当妈妈 二十多岁 女青年 老实 就认这个 大家一定记住 这是第一个条件 你想要好孩子 我们不能像听故事啊 听到里边关键的环节 头一个老师 有了缘分 接触到了佛陀教育 接触到圣贤教育的光盘 你看这一片光盘的力量多大 你别小看这一两块钱的光盘呢 师父讲 教育才能改变世界 改变千家万户 改变你的命运 别的都不行 你看这都是例子呀 我们这做了这么多访谈节目了 拿到了光盘 这是第一个缘分 第二个缘 第二个条件就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妈妈讲的 老实 真老实 听话 听话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真干 你看现在就已经要准备了 要辞职了 天天出去赚钱 很容易造业呀 这是明白的妈妈 那有人讲了 那害怕 你不要害怕 他们这孩子两岁十个月了 从打算怀孕到现在应该有三四年的时间 你看这三四年 他们这一家我这么看也挺好 辞职了没事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韩剧 看日本的剧 大家不要光看热闹 尤其是韩国日本 他们的文化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你看日本前首相 舅山先生 他就讲 日本的文化都是从中国传过来的 日本人应该感恩中国 这是他说的 他们现在还保留着呀 很多日本的女子婚后不工作了 为什么呢 专心致志来养孩子 相父教子 他们家没破产 生活挺好吗 当时你跟先生说 他什么反应 先生一开始 就是因为不了解 说现在还没生孩子了 咱们做这个准备是不是太早了 我说要不这个光盘 你先看看 然后就陪着先生 就每天晚上抽出时间 一定看这个光盘 然后其中看到有两个方面 先生受了很大的触动 一个就是师父讲 一个孩子到你家里投胎 会有四种缘分 报恩的 报怨的 讨债的 还债的 佛经上讲的 对 然后我先生说 这要是赶召来一个讨债的 那孩子长到几岁 十几岁 二十几岁 他夭折了 走了 对 讨债的 或者是抱怨的 一天到晚 越大越不消停 天天跟父母生气 然后忤逆父母 那你这个到时候 你这个想改都改不了了 对 所以他这个特别受触动 因为我们之前不懂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地藏菩萨本院经当中 有一段经文 说这个弱势求福生者 转增安乐 急于寿命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呢 出生以后 早已七日之中 读诵此不思议经典 就是独地藏经吗 对 能够增加孩子的福报 而且还能够增加孩子的 延长他的寿命 对 你说这个哪个当家长呢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福报 有长寿呢 但是不容易相信 像你们这个少见的 听了就相信 师父常常讲 相信的人有福了 你不相信 你看这一下 你看这孩子 待会儿你再听这孩子怎么好 你就知道 这个福报 不是嘴上说说 不是虚的 照着这个做 真有福报 那你看孩子在这 听到师父讲的这个四中原 就很害怕自己 万一来了一个 这个抱怨的 报仇的孩子 那这一生不就完了吗 那一生时间精力 全都就可能就败坏的 这个败在这个孩子身上 那这样的话 可能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 包括自己的家族 可能就是天翻地覆 那就是败家子 败家 家败人亡 是的 从那个时候起 你们夫妇两个人的观念 就统一了 对 这在佛法叫 见和同解 是的 所以我们观众一定要记得 想要一个好孩子 这是个关键 就夫妇两个人 因为孩子要坐胎的话 那是夫妇是最关键的 夫妇两个人的之间要一致 见和同解是最关键的 你是这么想的 你太太或者是你的先生不这么想 那不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都要先受教育 所以现在我们看局势 哪个国家有这种婚前教育 说如理如法 很好的 没有 我们老祖宗有 佛陀教育有 我们就在我们手里 就在你眼前 你为什么不要 所以说 没道理 谁家不想要个好孩子 所以说 要这个孩子也不复杂 我们再听听这个妈妈 辞职了 真辞职了 还做哪些准备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辞职了以后 就回家 开始找这些光盘 然后上网一查 原来这个光盘都特别便宜 我一开始想着去哪买 其中和谐里边有一个母亲 怀孕的时候 就诵经 念佛 然后非常的清静 然后这个孩子出生以后 很干净 很庄严 而且特别懂事 这个妈妈 这个几个月 就开始用弟子规 来给这个孩子读经 这个孩子 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看上去 就很懂事 能听他懂一样 我当时看到 我说真好 自己就很想发心效仿 也要生一个像这样的孩子 我先生看了以后 他说 我们也能生一个像这样的孩子 那就太好了 有目标 有方向 对啊 而且有方法 对 把工作辞掉了 对 先生支持 对 先生支持 然后把工作辞掉以后 我就跟先生说 我们在大城市 因为染污很重 心不清静 然后就想了 首先要换一个小城市 没有那么多的染污 然后不用再挤公交车 每天 搬家 对 搬到一个小县城 然后搬家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事的嘈杂 环境也比较清静 然后在小城市生活也比较慢节奏 不像大城市的这种快节奏 不那么紧张 不那么紧张 没有浮躁的压力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素食吃素 因为师父在这个里边讲到 人要有慈悲心 生的这个孩子 他就比较良善 对 所以我们也想让孩子 本性他就很善良 那么父母要有慈悲心 首先就是不能伤害众生 不能吃众生肉 对 那我们就选择素食 对 那么刚才我先生也讲到 以前身体不好 那么吃了素食一年以后 身体就是越来越好 而且到现在也没生过病 现在专家学者都解释不了 都天天讲营养 越吃毛病越多 对 素食了呢 身体很好 很健康 对 你是什么道理 道理都在佛法里 你看他们照做 他们得到 身体健康得到了 是吧 搬家了 对 素食了 对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节育 因为说要想这个孩子以后呢 身体好 甚为先天之本 这个精气呢 很重要 元气很重要 对 那么如果说这个生活不注意的话 先天的这个元气就不足 对 这个孩子的先天身体 他就不会好 所以 夫妇两个人要节育 以往 对 然后 就我们就分开住 很清静 然后呢 这个 还有就是 师父讲到 你要想以后的儿孙孝顺 你首先要做一个孝子贤孙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光盘里边 老师说要行孝 要去做 不是嘴上说 我孝顺爸爸妈妈 过生日了 给爸爸妈妈 这个打个电话 发个红包 不是这样的 要身体力行的 哪怕不花一分钱 让父母觉得暖心 对 父母觉得心里头呢 很温暖 然后呢 我就 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呢 就当下 就把爸爸妈妈呢 接到我们家春节的时候 就给父母洗脚 完了以后呢 就给人生头一次 爸爸妈妈呢 也是儿女 我们长这么大 头一回给父母洗脚 磕头 磕头 当时洗脚的感受特别深 父母一开始不好意思 说不用洗 不用洗 我们就想了这个 长这么大 没做过 你想小的时候 父母天天给我们 洗刷得多少呀 对 觉得很惭愧 对 就给父母洗脚 对 洗完脚以后呢 这个爸爸妈妈妈 也很感动 然后呢 我们就跪下来 给父母磕头 觉得很忏悔 长这么大 父母伺候了二三十年 长大成人了 没有给父母洗过一次脚 没有伺候过父母 而且以前不惭不愧的 现在觉得很对不起父母 所以就边洗脚 那就心里很难过 然后呢 父母看到我们呢 就是流眼泪 我们在下面洗着 爸爸妈妈就在上面哭 然后洗完脚以后呢 就给父母磕头 第一呢 就是向父母的 感谢父母 二三十年来的养育之恩 对 第二呢 就是感谢父母 这种教育的恩德 没有父母的教育 我们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第三呢 就是向父母忏悔 自己以前对不起父母 顶撞父母 忤逆父母 甚至呢 觉得父母呢 观念跟不上 对 看不起父母 对 不恭敬 没有这种恭敬心 对 给父母磕完头以后 没想到的一个变化就是 父母说 我们从来都没有计较过你们这些 父母特别的宽容 对 然后呢 就是家里面的弟弟妹妹 在看到我们做这些事情以后 弟弟妹妹也都跪下来给父母磕头 全家人都改变了 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 佛陀教育化天下 化是什么呢 化是把全家人都改变了 化是感化 你看看 这一堂洗脚课 这夫妇俩准备要个好孩子 自己这一座 父母全家人 都和睦了 都和美了 你不想要吗 你看这孩子还没出生呢 先给这个家带来了吉祥 祥和之气 在这种气氛下 生出来的孩子 那你说能是个不好的吗 关键在什么呢 父母的起心动念 这夫妇俩念头都是最好的 笑题忠心 真能听师父话 真干着 然后呢 这个爸爸妈妈也觉得 哎呀 这俩孩子也没 这怎么会变得这么好呢 又磕头又洗脚的 从来没有过 然后呢 我们就跟爸爸妈妈说 有一个光盘 叫和谐拯救危机 希望您二老呢 有空也看一看 然后二老呢 也看了和谐拯救危机 看了以后呢 我们就跟爸爸妈妈说 您二老的身体健康 我们做晚辈的 就是最放心的 这个希望您二老呢 也能够多吃素食 少吃肉 对这个消化功能呢 也好 然后爸爸妈妈呢 因为我爸爸是特别喜欢吃肉 过年的时候 还给我们家带了 十斤这个新崽杀的牛肉 哎呀 我就想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不给爸爸吵 不给爸爸做 那爸爸不开心呀 但是吵了做了 又想着这个是杀生 怎么办呢 为了尽孝 那就想一定要让父母高兴 让父母开心 父母是想着这个肉特别好 才带给我们带到家里去 然后呢 我就早晨问爸爸 咱们这个肉想怎么吃呀 爸爸说炒着吃吧 然后我早晨起来 就给爸爸炒这个牛肉 炒完以后呢 爸爸妈妈吃完饭出去了 我就跪在佛像面前忏悔 我觉得我自己有业障 然后爸爸妈妈才去买这个肉回来 然后就忏悔自己 对 中午爸爸回来的时候呢 我说爸爸咱们中午怎么吃饭 爸爸说中午炖着吃 然后中午呢 又给爸爸又炖这个牛肉 哎呀 吃完以后呢 这个 他们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又跪那诵经啊 我又在那忏悔 我说求佛力加持 希望父母身体健康 希望他们以后 因为肉食 他现在都是用饲料喂养的呀 知道对父母身体不好呀 但是父母现在没有学佛 他不懂这个道理 希望求佛力的加持 能够让父母 也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 身体健康 给这个肉食的众生 像这些牛啊 猪羊这些 吃掉的 要给他们回向 回向 给他们念佛 是 然后这个晚上的时候 我就问爸爸 晚上咱们饭怎么吃 我一天三顿饭 就是请示爸爸妈妈 然后爸爸就说 你这是孝女 随便 你看着做吧 晚上我想那看着做 就不用炒肉了 然后没想到晚上的时候 爸爸用高压锅 把那一锅肉全炖了说 以后呢 咱们明天一家人都在吃这个肉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就一直忏悔 也没有去抱怨爸爸妈妈 就觉得自己呢 业障很重 对 然后呢 就给这个小牛回向 希望不要怨恨爸爸妈妈 对 不要抱负屠宰的和吃他的这些人 我给他结个缘 我把诵经念佛 拜佛的功德 通通给这个牛回向 我觉得 这个妈妈讲的这个话呀 特别有代表性 现在的千家万户 几乎对传统文化都很陌生 没有听说过 有几家吃酥的 有几家名礼的 很少 那你现在 你现在开始学了 怎么对待这个家人呢 你看到这个妈妈呀 她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先要孝顺 然后慢慢的 慢慢的 再让父母学佛 你上来就说 这是造业 你这 会有报应 你这样说 父母心情难过 他吃肉这习惯也改不了 同时呢 心情也不好 这个家庭的气氛 就完全越来越差 而且他对学佛很反感 很抵触 以后他彻底不学了 等于你把会命就给断掉 你说这怎么好 所以这个妈妈 她们常听光盘 有智慧 然后呢 没想到的是 我们后来怀孕的时候 因为一直吃素啊 这个父母就不再反对我们吃素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学佛的居士 他吃素是怀孕的时候 公公婆婆父母呢 就担心营养不够 就会干涉他们 障碍 障碍 对 你们这个没有 没有障碍 而且呢 这个过完年以后 我公公跟我婆婆主动说 从今往后我们也吃素 你看 什么原因 所以说 学佛人要常常听师父讲经 师父老人家出家之后啊 好久好久 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了 一直在台湾嘛 后来好像是在八十年代 终于在香港啊 师父老人家的妈妈 见到了儿子 没想到出家了 这一见面 哎呀 母子相见 师父讲经就讲过 哎 问妈妈想吃什么 哎 想吃鱼 那想吃鱼 师父说 就跟那个厨房说 啊 可以买鱼啊 啊 可以做鱼吃啊 你看看 啊 好像吃了大概有好几天 那我问过母亲想吃什么 她想吃鱼 我就放到厨房里头 每一天给她等两个小鱼 她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那看到我们这个样子 我不劝她吃素 那把佛法的好处 告诉她 劝她的阿弥陀佛 那能吃素当然最好 那我告诉她 我吃素已经几十年了 身体很好 她回到上海之后 她住在我弟弟家里 他们住上海 回去之后 她就吃肠素 这个好 不要劝她 劝会其反感 所以一定要关怀 爱心 家庆 居住 要用佛法去感化他们 我们修得很好 我们修得很好 一家荒 一家欢喜 她看到你很欢喜 她自然就向你学习 她不如法的事情 你要有善巧方便 你不能说看不惯 哎呀 你都造醉叶了 尤其是你学佛了 吃素 他们还在 还在吃肉食 你不能障碍她 随身 她就换血 你要是批评她 她心里都难过 她跟你两个对立了 你就错了 让她慢慢自己觉悟回头 我相信师父老人家 那太不是一般人了 讲经说法那么多年 应该再给这些 余爷审个回向 哎 那就反正也被 要不是你被别人吃了吗 哎 到这来了 师父给回向 老妈妈回到家乡之后 就吃素了 跟你们这一样 哎 所以说 大家学佛人呢 要先横顺众生 横顺众生 你上来 你就说 你这个要堕地狱 那行了 他彻底不学佛了 你们将来想生儿子吃素 坚决反对 凭什么吃素 我孙子将来营养不良 你说你这 你是怎么办 你那个时候 大着肚子 天天吃肉 他在那拼命的给你杀生 都是在一开始啊 结的这个冤仇 你说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听的这个 要 要受教育 啊 一开始慢慢的接引 先横顺 现在老爸老妈已经吃素了 对 也吃素 念佛了 对呀 而且我弟弟家的这个孩子呢 刚刚出生三个多月 然后父母呢 就也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吃素 看着这个了 是 对呀 这么好的孩子呢 肯定 是吧 哎 素食之后 你们要求孩子 还有哪些准备 然后呢 就是 师父还讲到啊 要多修福 这个孩子以后他才有福 现在很多人呢 一怀孕啊 就在家里享受 让别人伺候 实际上呢 师父说这都是消福报的 给这个孩子呀 实际上是 减少他的寿命 他的福报 现在人不知道啊 公公婆婆都在这伺候你 你觉得好像应该应份的错了 错了 对 哎 你当时是 我当时呢 就是 呃 后来怀孕了以后呢 也从来没有说 我们早晨睡到七八点钟 让父母起来做饭 从来没有过 然后我婆婆就说 你没有什么反应吗 我认诚反应啊 我说没有 我就是还是早晨 呃 四五点钟起床 呃 然后起来以后呢 就是拜佛 送经 呃 然后呢 就是做早饭 饭都摆好了 然后呢 让父母起来 一家人一起吃早饭 嗯 不改父道 啊 不改 子道 你看看 有很多人说 那都怀孕了 大的肚子还干活 你看看 这这这这就是例子吗 现在很多人讲 讲这个 这个怎么生一个好宝宝 那些专家学者 都是 说实在话都说错了 那生出来的 就像师父所讲的 佛经上所说的 抱怨的 嗯 要债的 对 那你跟他说 他不相信呢 啊 相信的人又服了 哎 父母 在这个怀孕期间 要这个孩子的时候 照样 替孩子修福报 不是说因为你来了 我们就停止 对长辈的孝敬 那可给这孩子 造了罪了 那他来 你说他是来拜家的 还是来兴旺这个家 一下就看出来了 权在父母的这个观念 观念就是信念 不受影响是不是 对 怀胎十月一直这么做 对 凌晨四五点起来 对 伺候公婆 诵经 对 而且在生孩子前两天 我想他快生了 快到育产期了 你这个认臣反应都没有 没有 从头到尾一次没吐过 这就是什么呢 你通过这个就能知道 这个孩子是来报恩的 他不是来找麻烦的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妈妈呀 他不难受 你看有的那个妈妈 可了不得了 这一怀孕 哎呦 你就看着天翻地覆 吐的哪都是认真反应 那你要小心 最好怎么办呢 那你说我遇生这怎么办呢 宋经啊 对 地藏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赶紧要给他回向啊 跟他商量 你俩先商量 还没见面 先谈谈 是吧 你是来要拽的 要抱怨的 你可千万的 我过去生中 可能欠 欠你的 你千万不要这样 你看这个妈妈 她发大怨心 真正呢 你说有要债 她也不来了 有护法神呢 她发这么大怨 当然有护法神呢 而且还不少啊 哎 那个有缘的 来造福人间的 有造福人间的那些孩子们呢 她得找人家啊 她为什么不出现呢 她没有人家 发这个怨 她找不到人家 落脚啊 哎 找来找去 发现 这河南平鼎山 有这么一对夫妇 发了这个怨 就等于是找到落脚点 马上来投胎 肯定是来弘法利生 肯定是来 来立国立民 这就能看得出来啊 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这几十年来啊 好人越来越少 忠诚 孝子 因好越来越少 什么原因呢 投胎的时候 找不着落脚点 才是来不了 那你说为什么不上那家去 那家人心不好 不发生感应 去了不行 那家人也没这个福报 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孩子 是来救世的 是来救人的 是英雄豪杰 忠诚孝子 那家人心太坏了 那去了之后 会把这孩子生生给教坏了 你说他能去吗 这讲道理啊 所以现在举世都不学 圣贤教育了 那天上我们讲 虚空法界 那么多的好孩子都来不了 投不了胎 没有接收 接收点 没有 特有一个了 马上 好的就来 所以我们大家 现在听到 传统文化 好像很陌生 中断了一百多年了 过去中国人都是这样 所以历史书上 江山带有 才人出过 英雄豪杰 层出不穷 为什么呢 这样的妈妈太多了 女子读书教育 所以说欺压妇女 那都是歪曲历史 如果都欺压妇女 那么多好孩子 从哪生出来 谁教的 你看这个妈妈讲的话 你能不受感动吗 一片光盘 师父的一堂课 和谐拯救危机 你看 我们不知道 这些光盘 在全国 在全世界流通了多少 真正叫造福人间 那好孩子 给你生出来了 这实实在在 摆在面前 我们能不感恩师父吗 能不感恩佛陀教育吗 能不感恩我们老祖宗 这一套胎教吗 这妈妈讲 你看这几套步骤 现在讲到 为孩子修复 还没生的 先给他修复 是吧 对 然后呢 我们就经常去放生 放生 对 然后呢 这个诵经 一天没有间断过 就是一直诵经 念佛 放生 然后布施 虽然说我们经济也不是很好 但是呢 一分一毛 这个多多少少的 尽自己的能力 尤其是你们说的放生 因为这个孩子要来到世间 多少众生得救 你说这些众生是不是感激的 这是讲得通的 你们家孩子要出生了 多少众生被杀掉 是吧 杀鸡宰羊 吃鱼吃活虾 你这孩子真是来 要大家命来的 对吧 因为他要出生 大家都没命了 这个孩子要来到人间 多少众生都得救了 你说那能一样 那命能一样吗 很通俗的道理 多好懂啊 就看你做不做 我有个同事 他希望这个孩子以后呢 长大 口才好 能说会到 他给这个孩子呢 就是买了一只 百灵鸟 八哥 像这样就是 我们说乔嘴八哥 杀来炖了吃 想让这个孩子以后能好 老师您说这样 他是在怀孕的时候 出生以后也这样 怀着的时候 杀这个八哥和百灵鸟吃 生出来之后也这样吃 对 白天的时候也这样吃 我跟大家讲 这样这个孩子呀 将来人话说不好 为什么呢 他行的不是人道 人类五千年 一万年的历史 在我们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 人的口才是从哪里来 孔老父子功课 四门 德行第一 第二是言语 哪一部历史上 经典上写着 说这个 这个伟大的人 这个了不起的人 他是杀鹦鹉 杀八个 杀百灵鸟 最后口才好的 不 这没有道理呀 现在人脑子都是 斜肢斜剑 靠杀生 靠这一类的做法 你将来那个孩子呀 福报 寿命短 不说 还有什么问题 你说他说这个话 他吃的都是动物 是 对不对 他应该是说人话 对 最后呢 越来越靠近这些禽兽 怎么能靠禽兽的这种语言功能 来补足人的说话能力呢 这不是一道的嘛 畜生跟人不能比 我们说一个人畜生 那是骂他 说他能力低下 那你希望你的孩子说话 是鸟语吗 不但杀生啊 那真的是 这个是缺德呀 不能补德还缺德 反过来还往畜生道去靠拢 这都不对 我们人怎么能像他们学呢 这不对呀 怎么才能让孩子这个表达能力好 经典态度 师父老人家就给大家说了一句 我们就能受益了 这孩子怎么表达能力才好啊 四种口业不造 从小怎么样 第一个 不许说假话骗人 第二个 不许说恶口 说骂人的话 粗口 不可以 乌言惠语不许说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是旗语 花言巧语骗别人 第四是两舍 在背后挑拨离间 你孩子从小 这四种口恶不造 他将来说话呀 一定口才好 人人都信服 这是讲道理嘛 他没有在口上造业嘛 没有作恶嘛 而且说的都是好话 说的都是圣贤话 这孩子会讲话了 说的都是劝人行善的 因果报应啊 那口德好 我们常常讲 你嘴上流德呀 是不是啊 那不是说杀八个 吃鸚鸵肉 那 这是 这个不能怪父母 为什么 没学过呀 竟乱来呀 是吧 所以说 我们大家要知道啊 人确实要按守人道 不是说我们吃这些 天上飞的你就能飞了 那你就真的就不再人道了 那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 现在呢 未婚同居的人呢 特别多 同居以后呢 他们怀孕了就堕胎 对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他以后结婚了 生孩子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学过佛 没有学过传统文化 不知道忏悔 也不知道曾经那种 未婚同居是邪淫 造的这种罪业 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特别容易感到来 抱怨的和报仇的孩子 师父专门讲过 你的这个问题 你把他杀掉了 堕胎杀死掉了 那他就跟着你 丁家丽老师 电影明星 你们都知道 他采访师父 师父就讲 像你们这些人呢 身边都跟着很多小英灵 把丁家丽老师吓坏了 他就堕胎死死 你想一想 你现在要想要一个好孩子 那你原来杀掉的那些孩子 那都是你的儿女 他要来抱怨 他原来 抱怨没抱成 你把他杀了 那就是冤上加冤 那他还要抱得更重 他投胎来 你不知道 你怎么能知道 学佛人知道 你只要看看这夫妇两个人 在怀孕之前做什么 如果天天花亭酒地 杀生造业 你放心 这孩子绝对不可能是好的孩子赶到来 不可能 善与善相感应 恶与恶相感应 所以积善之家 必有余亲 余指的就是孩子 子孙后代 子孙后代 为什么是喜庆的 孩子为什么是好的 积善之家 这不就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杀业造的这么重 他来抱怨 你怎么办 房不胜房 小的时候看得真可爱 没有几岁坏了 这是来要债的 你怎么办 所以还是你们这个做法 就是老实听话 真看 真听师父的 现在有三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你们说一句实话 无限的感恩吧 无限的感恩师父 无限的感恩 让我们能够遇到传统文化 真是 这不是客气话 这好孩子抱在怀里 你们什么心情啊 对不对 是吧 这可不是说学佛没好处 你看看嘛 你不学传统话 你天天搂着个要债的 抱怨的 天天要死要活 家败人亡的 你怎么办 我们看到很多那些败家子 所谓坑爹 是不是 现在为什么这么多 这就你刚才说的 堕太堕的 你杀吧 还有那些医生 那叫什么呢 助纣为虐 你怎么办 老师其实还有一种现象 也是我身边的 那么现在很多人呢 就像刚才讲到的 古人呢 说生孩子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很郑重其事的 因为生死是两件大事 我告诉你 这一家的荣辱兴衰 全在孩子身上 这是实话嘛 包括你们做父母的 吉凶祸福 全部都在他身上 你还甭太老了 四五十岁 他要是要债的 就要你们命 所以说他能不重视吗 这是太大的事情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 他这个孩子 他是个意外产物 他不是很郑重的 很庄严的 来做这件事情 游戏嘛 对 男女之间 资情纵欲 你赶着来的 我们说一句 他们讲着开玩笑的话 赶着来是个小流氓 不是好孩子 你怎么办 为什么呢 夫妇在要这个孩子的时候 就是纵欲的心 就是游乐的心 那肯定也赶着来开玩笑的呀 你开玩笑 他也来开玩笑啊 所以接下来呢 有些父母呢 因为他没打算要孩子 后来怀孕了 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孩子来的呢 很不是时候 觉得是个累赘 然后呢 就心不甘呀 情不愿的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生完以后呢 这个孩子 养的时候呢 也是不情愿 就有怨气 我身边就有一个例子 这个妈妈呢 生完这个孩子 就老跟家里撒伙 然后呢 这个孩子吃他的母乳呀 就有了毒素 这个孩子 现在长到三岁多 是个自闭症 不能正常交流 妈妈每天非常的痛苦 带着他去各个医院 去做康复治疗 你去问问专家学者 他一定不理解 你们说的这段话 但是你让专家学者 来解决自闭症的问题 谁也解决不了 因为现在自闭症 是全世界医学专家 难以克服的 难以治疗的 这么一个 不治之症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有一堂课 徐杰老师 这是我们遇上的 他的孩子自闭症 为什么自闭症 你们看看那节目 我们不在这细说 有机会看看 那孩子怎么来的 赶着来 什么原因 女强人 他真有原因呢 怎么化解呢 恢复人性 男人像个男人 女人像个女人 徐杰老师前些日子 跟我们通电话 告诉我们个好消息 按照老法师的教导 如是道的教导 他们家的孩子 经过澳洲 澳大利亚那边的 医学院的鉴定 已经把这个自闭症治好了 康复了 现在在学校上学 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 到这来录节目 当时我们办论坛 那说话已经是有三四年前了 那会儿就已经好一些了 有好的征兆了 真管用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 你也可以用医院的方法 用专家的方法 你再用老祖宗的方法 三种方法你都试试 看哪个管用 真管用 你不用这个自闭症怎么来的 你都不知道 这孩子怎么会这样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心念的力量不可思议 你那个波动是讨厌他 怨恨他 他接受到的都是 极恶的信息 他出来之后他要抱怨 本来人家是报恩来的 你总这样 那他对你有怨恨 你不能怪孩子 你当初就这样对他 阴果 如是阴如是果 这都是我们身边的例子 专家学者 一百个 一百种说法 你听哪个来 一百种药 你吃哪个来 老祖宗就一个说法 你按照这个 你一听 全对得上 你按照专家一说 全对不上 我们得要识时务啊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其实那像现在啊 这个说到放生 很多的人的一个观念 就是觉得怀孕了 应该补 应该多吃点 鸡鸭鱼啊 这种多杀 您的十个月都吃什么 我们十个月就是家常便饭 就是素食 米饭 蔬菜 其实蔬菜的营养很 很丰富啊 因为蔬菜的品类 肯定比肉食要丰富 他要是不相信 你们就把这孩子 出生证明给他看 是 多少斤呢 八斤二两 医院证明是巨大婴儿 是不是 对 是的 那护士都来问是吧 护士问吃什么 长这么大 你跟他说吃蔬菜 然后我们一说是吃素 因为当时怀孕的时候 跟医生说吃素 医生就批评我们 说你们得回去吃鱼 得吃那个猪肉啊 牛肉啊 就是说了很多 我们坚信呢 这个佛经的教诲 他不会骗人 对 所以呢 我们就是医生是这么说 但是回去了也没有吃啊 结果生出来了 把他们教育了 对 然后护士就问 你们没补 我说没有补 然后这个整个 那个产客的楼层啊 每天都有很多来参观的 没见过 胎里素 长八斤二两的 对呀 对呀 而且长得个子还很大 很大 53厘米出生 就是啊 我听说在孩子出生之前 你这个做妈妈呢 专门在佛前 发愿要求是吧 对 吃素一年以后 在2011年的元旦 然后呢 我就觉得机缘成熟了 然后呢 就在佛前 根据印光大师文抄里边有一篇 李观世音菩萨求子书文 然后呢 就是我们夫妇二人呢 沐浴静心 然后焚香祈祷 然后就希望呢 能够通过我们虔诚的这个祈祷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能够加油我们 满我们的这个心愿 希望这个孩子呢 以后长大 如果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穷则他能够独善其身 做一个良善的人 不要危害这个社会 对这个家庭 做到能够孝顺父母 邻里相当 能够和睦相处 做一个好公民 也很好 普普通通的好人很好 如果说他这个 有一些能力 有使命的话呢 希望他能够奸善天下 我们希望他能够 为这个 现在的这些孩子们 做一个好孩子的样子 能够这个奸善天下 在佛前希望 好孩子来 来危害社会的 这个这个 拜家子不要来 是吧 对 你说管不管用 真管用 为什么呢 人有善愿 天必有之 为什么呢 你是让这个孩子来 生养天下的 而不是危害天下的 这颗心呢 叫与天地何其德 天地有好生之德 你父母发这个愿 要求这个子 也是来 生养天下万物的 那天地鬼神 佛菩萨都成全 那一定的道理 那为什么呢 好事 谁不愿意帮忙 所以说 这一家人 在这发这个愿 你看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师父讲 了凡四讯的时候 就说 求男女 得男女 我想要个闺女 可以啊 想要个儿子 可以啊 这来的孩子 还不是普通的孩子 求善子 得善子 你别看他两岁 十个月 这个来 给 给这个 给大家来 背一段经典 他上语 霍福无门 为言济诏 善恶之报 如隐学行 是以听力有息过之神 一言所犯轻重 以夺言算 算尽得贫好 多逢忧患 人皆悟及 行过学及 吉庆毙及 恶心杀鸡 穿尽则起 又有三西神 在人心中 北道高深意 走上一天朝 年人聚过 月斐之夜 造成一阳 凡人有过 大则夺记 小则夺帅 骑过大小 有父把性 遇旧地心的 当立一天三把杀 遇旧地心的 什么 三把杀 当立三把杀 好 你看这样好的一个孩子 家家都想要 对 这样好的孩子 是怎么来到这个家庭 怎么来到人间的 我们粗略地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上集 下集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怎么养这个孩子 上集讲怎么生 下集讲怎么养 我们下集再见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节目已经结束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新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 转发